腰部是连接我们上半身和下半身的,过渡区,当我们做出一系列日常动作时,需要上半身和下半身交替用力,这个时候,腰部所承受的压力和损耗也会比较大,因此,时间久了,不少年纪大的朋友就会有腰疼的情况出现。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腰椎病患者人数已经突破两亿,40岁以上的腰椎病患者甚至达到了80%以上,而导致腰部疼痛,引发疾病的主要原因,与日常生活中的错误姿势脱不开关系。 总结四种常见,伤腰姿势,前三种每天都在做,很大一部分的,伤腰姿势,已经成为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每天都在损伤自己腰部的健康。 五种常见姿势如下,第一种,翘,二郎腿,翘二郎腿的做法,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做过,有意识无意识地救。 翘,翘,了起来,实在是防不胜防。 在以往,大家对翘二郎腿的印象,是会对生殖系统造成压迫,从而影响健康。 但其实,翘二郎腿对腰部的损伤也非常明显。 根据临床的受力实验发现,在翘二郎腿时,人的两侧盆骨受力不均匀,脊椎就会朝着某一个位置侧弯, 侧弯道一定程度对腰部造成压迫,就会引起神经损伤和腰疼的情况出现。 第二种,顺势躺在沙发上,很伤腰。 很多人在忙碌一天回家后,通常会以最松垮,最懒散的姿势,半躺在沙发里。 这样的姿势固然很舒服,也很能放松一天的疲劳。 但对于腰部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友好。 维持这种半躺的姿势,看似全身都处于放松状态,但腰椎的部分却是悬空的,腰部受到的力量压迫过大。 长此以往,例如腰弓,腰疼的情况也非常容易出现。 第三种,久坐不动,现代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常常需要服按操作一整天。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都养成了久坐不动的习惯。 在久坐的过程中,上半身的肌肉和脂肪会全部堆积在腰部肌肉和腰椎韧带上。 这也是为什么在久坐后,常常会感到腰痛、腰酸的原因。 不仅如此,美国心脏协会曾发表一篇研究,每天连续久坐两小时以上。 中风风险会比常人高出七倍,以及高血脂、腰椎病、肥胖症等风险都会相应增加。 在坐下的时候,不妨每隔一小时左右,站起来放松放松,运动运动,对腰部更有益, 也能降低一系列疾病风险。 第四种,长期搬运重物。 腰部在运动过程中所承受的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携带重物,无疑也会给到腰部更大的压力。 因此,如果因为工作缘故,长期有搬运重物的行为,也会导致腰部出现老损和疼痛的症状。 并且,因为腰椎受到外力压迫增加,腰椎肩盘突出的症状也很容易出现。 以上四种习惯,前三种可能大多数人都天天做。 同时,也忽略了对腰部健康的关注,从而导致腰病风险增加。 在改掉坏习惯的同时,也不能忘了采取积极措施,来改善腰部的健康状况。 怎样缓解腰部不适,除了改掉坏习惯,不妨尝试两种做法。 对于腰部健康的问题,央视同样也非常关注在CCTV生活圈节目中, 就强腰、养腰的日常做法也有过介绍。 平时常常感到腰疼的朋友可以适当参考。 一后背直立,每天转体30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员范超群教授的意见, 转体的方式有利于腰部肌肉轮转,促进腰部局部的血液循环, 从而达到舒缓疼痛,锻炼腰部强度的效果。 在转体运动时,后背尽可能地挺直,则能在运动的同时减少腰部的肌肉累积负担, 每天转体大约30次左右,感到腰部肌肉微微发麻、发热,说明运动效果很不错。 二,弓部拉伸,增强腰部深层力量。 腰部受损的另一大原因就是缺乏锻炼,腰腹部的肌肉强度不够, 在做一些伤腰的动作时,所出现的劳损程度也会更高。 所以,想要改善腰部健康,增强腰部深层次肌肉强度也很重要。 可以尝试,弓部拉伸的方法,即双腿张开, 一前一后成弓部站立,稳住下盘, 同时张开双手举过头顶,朝着鞋上方拉伸, 每天做五到十分钟左右,对腰部力量的提升显著。 综上所述,腰部健康,是大家必须要在乎的一点。 平时改掉伤腰的坏习惯,多做一些关于腰部的锻炼保养, 能有效降低多种疾病风险。 但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在运动强腰的过程中, 幅度稍微小一些,提前做好热身运动, 避免出现受伤和危险的情况。 一个流传八百年的养生动作,比散步还简单, 通血管,强骨骼,护腰肾。 一,这个动作就是点脚,点脚, 别看只是一个很小的动作, 但却是一种古老的养生方法, 点脚跟在古代就早已被运用, 原称《敦种法》新出土的西汉初期的引书中就有 《敦种以利胸中》和《敦种一敦左,一敦右,三百而已》的记载, 具有八百年悠久历史的导引养生术八段锦, 其最后仪式动作名为 背后七颠百并消。 这个动作也正是通过踮脚跟的方式, 刺激肾经系统, 诱发全身震荡, 柔和地按摩五脏六腑, 从而起到消除百病的神奇功效。 二,经常点脚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一,强健肌肉。 点脚有助于发展小腿肌群的力量, 拉长足底肌肉。 韧带不仅可以提高人的平衡能力, 预防跌倒, 也能增加人站力, 行走。 跑跳时的耐受能力, 还能改善足弓和使小腿变质。 二,辅助预防心血管疾病。 点脚可以锻炼下肢肌肉, 当点起脚尖时, 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每次收缩时挤压出的血液量, 大致相当于心脏脉搏排血量。 经常练一练, 可以让全身血液回流通畅。 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偷袭。 三,辅助控血糖。 发表在期刊i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多点脚有助于让体内糖类脂质代谢速度加倍, 降低血糖大幅波动, 减少胰岛素需求量, 对辅助控糖。 预防糖尿病都有好处。 四,辅助预防骨质疏松。 点脚运动可以通过负重的方式, 刺激骨头得到更多的机械硬力, 从而促进骨骼增加矿物质沉积, 使骨质更加密实, 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 五,有助于缓解腰膝疼痛。 腰膝疼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久坐。 太长时间不运动, 下半身的气血循环容易受到影响, 从而导致腰部、膝部不适。 而每天点脚是简单又有效的锻炼方式。 一方面, 它可以有效促进血液循环, 让肌肉得到充足的氧气, 改善腰膝疲劳。 此外, 它还可以促进腰部肌肉 以及腰部脊椎之间 起到良好牵引功效, 帮助缓解腰酸背痛。 三, 点脚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一, 站着点脚跟, 保持身体力正的姿势, 两脚并拢,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然后慢慢点起脚尖, 用脚趾紧紧抓住地面, 略保持两秒, 然后将重心从脚尖落到前脚掌, 放松身体。 最后做自由落体运动, 让脚跟轻壮地面, 引发柔和的震荡, 沿两腿上传到上半身, 点脚的频率控制为 二至三秒一次, 每次持续一至五分钟, 感觉脚底微微发热就好, 可以每天早晚个做一次。 二, 点脚间走路, 每次走三十至五十步, 稍稍休息一下, 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再重复几组, 速度以感觉舒适, 轻松为宜, 出使练习者可服强, 熟练后就不用借助外物了。 三, 坐着点脚尖, 找到一凳子坐下, 使膝盖与大腿保持水平, 将两个灌满水的矿泉水平放在大腿上, 进行负重练习, 每次点脚尖三十至五十次。 坐着点脚尖可以改善下肢血液回流, 缓解疲劳感, 为晚上睡眠打好基础, 能更好进入睡眠, 让整个身体得到充分休息。 四, 躺着勾脚尖, 卧床休息时, 将两腿并拢伸直, 将脚尖一勾一放, 可两脚一起坐, 也可进行单脚练习。 如果感觉小腿不舒服, 就停下来休息, 每次坐二十至三十次。 速度也是自我调节, 躺着勾脚尖, 右撑踝蹦运动, 有助促进血液循环, 消退下肢肿胀, 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四, 练习点脚, 还需要注意什么? 一, 点脚是一种会锻炼到肌肉的运动, 如果运动之后不好好的暗揉一下小腿部, 很容易会导致小腿粗壮的现象发生。 二, 中老年人如果行动能力较差的话, 点脚旁边最好是有稳固的东西可以用来扶着。 三, 身体不便地孕妇, 血压高, 骨质疏松患者还是不要随便尝试, 以免发生意外伤害。 四, 建议大家在进行点脚运动的时候, 最好穿底部有弹性, 防滑的跑步鞋, 避免穿如休闲鞋, 平板鞋等硬底鞋。 五, 点脚跟要循序渐进, 千万不要用力过猛, 否则易导致足跟疼痛, 如果导致了疼痛, 不用担心, 休息几天, 用热水泡泡脚, 很快就没事了。 堂堂健康点脚指南, 一, 好处, 一, 强健肌肉, 二, 辅助预防心血管疾病, 三, 辅助控血糖, 四, 辅助预防骨质疏松, 五, 有助于缓解腰膝疼痛, 二, 方法, 一, 站着点脚跟, 二至三秒做一次, 每次持续一至五分钟, 每天早晚个, 做一次, 二, 点脚尖走路, 每次走三十至五十步, 三, 坐着点脚尖, 每次点脚尖三十至五十次, 四, 躺着勾脚尖, 每次做二十至三十次, 速度也是自我调节,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